波音公司4号发表声明说 埃塞空难初步调查报告 包含飞行数据记录器的信息 这些信息显示 飞机的引脚传感器传输错误数据 从而激活防失速系统 及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自动下压机头 这种情况曾在坠毁的 失航客机同样出现 声明说波音公司已经开发 并计划发布波音737 MAX系列 飞机的软件升级方案 相关的飞行员训练和辅助教育综合计划 波音公司3号试飞一架 配备升级后飞行控制系统的 737 MAX7型客机 公司总裁米伦伯格 当天与试飞员一起参加试飞 按照波音的说法试飞成功 后续将做更多测试和试飞 所有工作完成后 将向联邦航空局提交升级软件 时间预期是今后几周内 美国联邦航空局3号决定 对波音公司737 MAX系列 客机安全性发起新审查 联邦航空局说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前主席 克里斯托弗哈特将带队一批 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专家 以及国际航空机构官员 审查波音737 MAX系列 客机的安全性 审查组将对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 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所获认证 做全面审查 评估这一系统的方方面面 包括系统设计 飞行员与系统的人机交互 一名联邦航空局官员 告诉路透社 新审查与波音737 MAX客机 能否复飞没有关联 阿们 密碟 神宣 神审 狼 甘